TVB又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效力16年的杨秀慧宣布正式离朝了 离别文案非常的官方 感谢TVB16年以来给了她很多的机会 这两年更是有给她发挥大的好角色 但是因为她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实在是太忙 配合不了工作 所以决定和TVB结束兵主关系 友好结束云云等等 感觉分开的挺和气体面的对吧 但是这个看似和平分手的背后 但是却另有大瓜 港媒爆料说 其实之前杨秀慧想要约满离朝的时候 TVB曾经竭力的挽留续约 为此还释放了诚意 然后给她了吃重角色的演出 但是杨秀慧最近深陷到商业欺诈丑文 还被写了大字报追债 所以TVB才改变了主意 同意她赔钱 然后提前走人 要知道杨秀慧这两年生意是越做越大 年入千万了 前阵子嫁了富男友 快速的生了玩 更是被夸成小演员逆袭成了商场女强人 事业爱情双丰收 真的这让人羡慕不一样 人生赢家被控 欺诈呀 这反差反转的落差呀也太大了吧 1984年出生的马来西亚籍艺人杨秀慧 属于绝大部分人看到名字都觉得陌生 但是你一提到作品呢 就立马熟悉感来了的那种艺人 2013年19岁的杨秀慧 参加了马来西亚华裔小姐的比赛 一口气拿下了冠军 以及完美体态小姐 清新可人小姐 优雅小姐 最上进小姐 五项大奖 决赛业真的是风光无限 第二年杨秀慧又以冠军的身份 参加了TVB举办的国际华裔小姐比赛 虽然没有能够得奖 但是却得到了和TVB签约的机会 从此开始了演员生涯 在TVB这么一单呀 就是16年 演了无数的剧 但是有发挥的角色 说实话确实不多的 第一部戏呢 是青春剧 赤沙印记 爱等四叶草 她的角色算得上是主角吧 看起来待遇还OK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吧 出道级巅峰 事业勾开低走的很厉害 接下来的戏啊 绝大多数都是女三号 然后还要往下数 偶尔能够演个小制作剧的女二 都算顶天了 比如人间蒸发呀 天幕下的恋人啊 以及法正先锋等等 千皇百计里的孙护生 野蛮奶奶 大战歌诗那里的宋芷乔 哎呦 这个都已经算是 她相当有存在感的角色了 《独心神探》里面的 这个单元剧 杀人犯范小丽 还有在TVB的前七年呢 杨秀慧演的不是 演员表里边 找都找不到的龙套 就是戏份少到 观众没有办法去记住的小角色 她第一次有发挥 也让观众有印象的 正面角色呢 是《人心解码》里面的肥妹 孙嘉碧 虽然范位依然是靠后的 但是她在剧里边和黄浩然 剧版的瘦身男女 CP存在感还是挺足的 角色呢 也是很讨喜 很可爱的 再往后啊 她依然还是演着 女三四五六的角色 万皇之王的那拉木云 中间人里面的杨曼斌 包括金之玉念二的张应勤等等 杨秀慧在TVB发展不如意 有很多的因素 除了说运气的机遇之外呢 她还被潮 粤语不标准 毕竟这个TVB没有内地 那么的幸福可以配音 他们都得现场收音 自己来说台词的 还有身形太胖啊 以及演技麻麻嘴等等 一个外乡人在香港打拼 压力真的是可想而止的 不光好在杨秀慧啊 是知难而上 越战越勇的那种性格 压力在她身上 全部都转化为了一种动力 这些年呢 她的外形是一步步的升级 婴儿肥没有了 脸蛋呢 也细致的 变得精致了 身材也是fit up 爆 虽然呢 越来越成熟女人味的外形 对她的事业助力不大 只是从妹妹型的配角 然后变成了性感的配角而已 比如天年龄 裸后背做瑜伽 鬼头女OT 李色友陈豪等等 但是对她的个人事业助力啊 却很大 这几年呀 杨秀慧一半的时间是用来演戏 一半时间用在了自己的美妆生意之上 生意做了几年收入相当可观 一年收入于千万吧 而且分店呢 还从香港开到了东南亚很多很多地方 和她的美妆生意收入比起来呀 TVB拿到的工资 真的是连零头都算不上 也因为这样 杨秀慧这几年戏剧演出 减产明显了 生意和演戏 副主业的位置 调换了 商场得意 情场也得意 杨秀慧感情史不复杂 圈内只有一段和这个孙耀薇的短暂恋情 2011年开始 她和圈外的富二代叶世阳 开始了八年的爱情长跑 并于2019年修成正果 4月27号 杨秀慧还公布了自己女儿出事的好消息 才35岁 拥有了自己的个人事业 经济独立 另一半也很优质 还顺利的结婚生女 真的已经是人生难得美满的状态了 更加紧上听话的是 她离朝的最后一部作品 18年后的终极告白 口碑还爆了 她在戏里的这个雅女角色啊 也是相当有发挥的 之后我给你们聊一聊这部剧啊 演员生涯真的是多了一部代表作 辛苦奋斗了16年 好不容易演员事业有突破了 但是却突然隐退 看过这部剧之后啊 我甚至有一点替她感到离朝惋惜来着 可是更没有想到的是后续又来了 好事成双坏事也成双 前阵子啊 有人在这个TVB将军奥的电视城门口 连续几次挂了大横幅 指控杨秀慧诈欺 第二次甚至是还很赶时髦的 以她热播剧18年后的千局告白为题 具体内容呢 大概是说杨秀慧的妹妹和妹夫 是为这个诈骗集团主力 杨秀慧也参与其中 甚至她的美容院也是用来洗钱的 除了横幅啊 还印了一堆有杨秀慧和妹妹妹夫合照的宣传单 指控很严重了 这麻烦是真的不小 面对串谋欺诈和洗钱的指控 5月6号杨秀慧发了长篇声明 否认指控 大意是如下的 第一 所有指控都是不真实的 自己的美妆店 2014年成立 2016年就已经开了多间分店 并且营业额可观了 而妹妹妹夫啊 却是2016年尾和她丈夫认识 然后2018年才结的婚 而自己因为工作繁忙 甚至是没有出席婚礼和妹妹妹夫都很少见面 时间线能够证明所谓的自己开店啊 就是为了帮妹妹夫起钱的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第二点 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有白纸黑字的账目为证 欢迎所有质疑的人以及执法机关来核查公司账目 第三点 妹妹和自己没有商业来往和经济来往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 如果妹妹犯法 自己也会大意灭亲 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她曾经是个艺人 就用她小小的知名度来制造一些事端泼她脏水 发完声明之后 人在马来西亚坐月子的杨秀慧 还让香港的同事替她报了案 怎么讲呢 冲她这么刚的态度呀 感觉她挺有底气的 最起码事情是没有官方结论之前 还是可以观望一下的啊 如果真是被妹妹连累的话 只是因为她是艺人 所以好找茬 那她也太惨了吧 小演员逆袭真的不容易 体面离场更是难得 总之也希望这件事情使乌龙涉衣装吧